你要打美国疫苗,还是中国疫苗? 关于疫苗,我认识的人们,基本上分为两类 一是支持美国的辉瑞,Pfizer BioNTech 另一则支持中国科兴生物,Sinovac 而我经常被问说,哪一种疫苗比较好? 你会选哪一种疫苗? 当然,目前全球还有英国的阿斯利康,AstraZenseker 美国的莫德纳斯,Moderna,庄生,Johnson & Johnson 俄罗斯的卫星5号,Spotnik V 中国的康希诺生物,Kansinobi 不过,至少在大马,人们总爱比较美国辉瑞和中国科兴生物 这两大代表性品牌,而且各有拥趸 而我估计,支持者不相上下 部分人是基于美国情节,或是中国情节 衍生出他们对不同疫苗的信心 但是,也有部分人是基于疫苗科学,而选择他们想要的疫苗 有人告诉我,选择科兴,不是因为它是中国制造 而是基于,它是使用传统的灭活疫苗,Inactivated Vaccine技术 它的生产方式,是在人体外培养冠病病毒 然后杀灭它的病原体,使它不具有毒性 并注射到人体,进而产生抗体 青州日报医视里专栏医生陈兴怡,之前生动解释说 这种技术,如同把一只凶猛的老虎,冠病病毒 打成奄奄一息,没有威胁的病猫,疫苗 然后把它放到街市,人体 让人们,人体内的免疫细胞,知道它的样子 下一次,如果有同样外表,却是真正的病毒进入人体 那么,体内免疫系统的细胞,就会群起攻击,剿灭这些入侵者 至于辉瑞,则是使用新创的MANA技术,改造出无害的尖磁蛋白 伪装成为冠病病毒,注射到体内,产生抗体 这就如同,把一只假老虎放到街市 让人们认识,这就是老虎 以后万一真的老虎来了,大家,免疫细胞 就群起打死真老虎冠状病毒 由于是新科技,有人抱持怀疑态度 不过,辉瑞的有效性高达95% 反倒让另一些人更有信心 相反的,虽然中兴采用传统技术 但有效性,根据不同地区的发现 介于50.4%至91.25%之间 这两种不同疫苗的背景 可以作为科普,让大家了解疫苗的原理和功效 在大马和多数国家 人们可以喜欢或讨厌某种疫苗 但是,却没有选择的余地 这不同于到商场shopping 可以按照自己的喜乐 来决定买哪一种商品 相反的,接种疫苗更像是战争时期的物质配计 大家排队等候,轮到你时 有什么就拿什么 如果你不喜欢,那么对不起 下一位 之所以不能让人们选择 在于这是一种救济 且数量有限 如果让人们选择 必定造成供需失衡 有者大家抢着药而供补应求 有者罚人问津而形成浪费 此外,如果有的选择 也会成为供应和后勤的困难 大大拖延接种的速度 因此,关于接种 你只可以决定要或不要 但不能选择要哪一种 政府不能逼你接种 但是,不接种的讲话 后果自负 负责协调疫苗的内阁部长凯里 以身作则 自愿放弃注射第一批辉瑞疫苗 而接受国家药物监管机构 NPRA批准的任何下一种疫苗 这事告诉人们 不只是一种疫苗有效 而是所有NPRA批准的疫苗 都有效用 不需要抗拒一种疫苗 而大马获取疫苗的行动 加快了脚步 从多个管道 采购了更多种类疫苗 在辉瑞核中心生物之后 阿斯特拉、康希诺、卫星5号 以及装生疫苗 预料都会陆续来到 大马的抗疫进入另一个阶段 看来也走在正确的方向 回到先前朋友的问题 我没有绝对的答案 但是会提供意见说 目前没有人可以确定 哪一种疫苗最好 而你也不能选择 要打什么疫苗 轮到你的时候 就去打 然后 我附上卖设加德拉的登记方式 请他们赶快上网登记 文章来源 星州日报远路 专栏作者 郑丁浅 发布于2021年2月27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